博多有藝術,我是念慈 我是明慧 是,我们现在的环保意识抬头 无关是用的啦,吃的啦 我们大家在使用的东西 很多人都说 我们可能要用这个绿建材 是 我们有环保的这个餐具 用具丁丁的 这个概念是越来越完整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想过说 我们生活中穿的衣服 其实也跟这个环保 可以有关的 甚至我们可以直接的在他的材质上面 做些手脚 我们赶快可以为一个环境来打开 我也没想过 是,你跟我都没想过 但是有一个人已经收到 现在开始做了 我们今天这部当中的访问 是在2000空九年时 凑理这个野绿生活服饰的薛坤忠 薛先生你好 薛先生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情侯比较好,薛大哥 薛大哥 都可以 叫我军中就好了 军中好 就问多 军中嘛,军中 是是 我看你是辅大数学系的 对,我是辅大应用手法 应用手法,怎么会去做三个 这差不多大了吧 哦,对啊 这 那时候没什么关系 对啊,对啊 所以说你是当初是在讨历时就对宽宝 很有概念 还是说你是算手法算家说 不,不要打 不,不要做三个 我手法真的算了,真的有账 你就是讨数学系啊 我其实学生时代 本身对环境啊,社会就都很关心 是 所以说这部分,其实我从古早一阵就对环境的疑问 包括核能啊 那个环境破坏的问题 都很专注这些问题 对了啦 你哪个关心啊? 为什么呢? 我们本来就爱这个土地啊 是是是 每天我们生活中都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也是没去关心啊 嗯 也好像说不过呢 是是是 但是军中你说你很关心这个环境的疑问 当然做三个事情是你现在在做的 但是在此之前你的关心 你都是怎样去标读 你的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 其实我本身 我们在对我们的环境中 我其实开始要创业这个野略的学 我一个想法就是这样 我们的 我们的说环境不是说 口号啊 是说一些伎题 投论啊 对,大家用嘴说而已 叫你说环境这样的事情 应该就是要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嘛 所以说实在我们为我们的食衣住行的形化当中 本身得当实践那个环境的形化 嗯嗯嗯 我是为那个三个一部分切入啦 因为三个一部分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比较陌生 嗯 嗯嗯嗯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放门困难的重点嘛 你刚才说实衣住行嘛 我们平常比较常常说的就是 质嘛 对对对 行就是我們是不是用一些電動車 減少酒油的使用 但是衣服的部分 我實在是沒辦法理解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每天穿衣服到底會對我們的環境 甚至對我們的臨體有什麼影響 一般民眾大部分的人 對穿衣服的部分 大家穿衣服不要穿得漂亮 很多人在想我穿衣服到底對我們的環境 對這個地球有什麼關係 很多人在想這些問題 但是實在說 我們現在的工業社會 待會兒做的可能比較沒這麼問題 現在工業社會 發揮的東西有很多 整個制衣的工業對環境的負擔 說實在是很重 我們可能沒什麼了解 就是說這三個擬症的地方 我們全世界工業用水百分之二十 對 這些廢水都是由三個擬症的 產生的廢水排放出來 百分之二十 對 百分之二十 所以是沾這裡大了一部分 廢水都是由冷靜槍造出來的 另外說今天三個我們買的 差不多一公斤的三個 用掉差不多兩百公斤的水 一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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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二 一比兩百 一比兩百 對對對 所以說水資源這部分 的使用浪費 消耗在我們穿的衣服中 說實在也是算很大的負擔 所以說我們的實衣住行 你說穿衣服這部分 你每天要穿衣服 其實對我們的環境 多少有所影響 不過不能賣衣服 回歸自然 不然穿是比較自然 但是比較沒什麼好 比較疲 比較疲 天氣怎麼冷 昆章啊 這個問題 什麼樣的保料資料 可能它的影響會比較大 我們現在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 因為最近常常常常常 我們現在媒體 還是學術界環保界 大家現在比較接著鐵清的問題 是包括塑膠維力 這項 最近都注意到塑膠維力 塑膠維力這部分 說實在 三個 如果我們是穿化學的 像是聚子纖維的三個 這部分其實對塑膠維力的影響 也很大的 因為我們剛說是化學纖維的衣服 我們在洗的中 都是有一些化學 這這些 聚子纖維 屑屑 你的經過洗滌的過程當中 會流入我們的使用水 河川裡面 所以這間界造成 塑膠維力的增加 塑膠維力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生態系裡面 經過食物鏈 會回來到我們的生活鏈 就比我們在吃 對 我們在吃 所以說什麼東西 對環境威力比較大 我不是覺得是 糾化的東西 現在實化的東西 用在生意上面 也是很多 這部分說實在 對環境的負擔是比較重的 是 觀眾喔 你現在在做的 這個野綠生活服飾 這個比較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投入這個有機棉 這個沙口的開發 但是我們先來說 這個棉花維 我記得我們台灣沒有種棉花的區塊對不對 棉花一部分 說實在台灣 在以前我們阿嬤那個時代 台灣說實在種美酒 那時候差不多 中南部加南平原那裡 農家都會種棉花 來做生產的副業 我本身我外嬤 以前的時候就要去 做童工在那個那個 餐裡面的賣米花 像我們以前我們穿什麼 我們穿棉花 加什麼 加米皮 對 像以前加米皮 那米花有可能是種植嗎 對 沒有可能是種植嗎 說實在都是自己生產的 是 那這部分其實到賣的產業改變之後 台灣種植米花怎麼怎麼做 尤其到WTOE 台灣幾乎沒有農家去種植米花 是這樣 對阿所以這米花這部分 現在台灣是有農家有種植米花 有小部分農藥有種植米花 但是說實在的量是多少的 但是說米花 我們用米來做生產 當然穿起來也舒適舒適 這個吸汗透氣 但是說你強調是說 有機米有機棉有多厲害 這不是有機的米花 那不是嗎 說實在 現在大部分的米生產 都不是有機的那麼多 有機的衣服差不多 佔全部 可能不至5% 以前是1% 現在現在2-3%左右 當然有些 現在給大家環保意識抬頭 這部分的量是有增加 但是也是可以增加這個部分 不然不是有機的 那麵的問題 是 這裡有分幾部分 第一就是說 現在米花種植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農藥 還有除草劑 還有這些 化學肥料 這麼多 因為像全世界 正米花的面積 它的生產作物 差不多降全世界 所有的作物 差不多百分之三而已 但是營業的農業 差不多降百分之二五 所以農業的輸容量很大 所以這部分對我們的環境 對我們的土地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提供生有機米 第一步就是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 所以農藥還是化學物 對我們的土地 對我們的環境 水資源的影響會比較少 這是主要的部分 是 是 原來有這麼輕的藝術 不是說原來 用這個有機米來作什麼 這麼簡單 已經不是後端 你如果前端這個土地 照顧也都已經考慮了 當然 因為這 變得說 對我們的環境以外 主要對農民 也是有這麼大的幫助 主要是對有機米的 那個 的介紹比較好以外 是 像是肥豬很多種米花的農民 都因為種米花農藥的使用不動 造成他的身體受影響 甚至說他的失望 這個經驗其實很多 所以說你種米花 可以不用農藥 對最大的好處 其實是農民 我們農藥的幫助是最大的 是 不過觀眾我有一個好奇的地方 你說有機米 如果這樣是以台灣來說 坦白說 大概這麼多農民 還是比較習慣性 會用到農藥 雖然說 現在有提倡說 有機種植 其實這是無毒農業 我們盡量讓農藥 在安全範圍內來使用 但是要達到有機的部分 我們這個土地 如果要種米花 怎麼樣可以達到有機的標準 這世界的有機認證 有這麼嚴格的規定在裡面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優雞的米花 可以做優雞的米花 就是你的土地要三年 不能用農藥 和化學肥料 三年 對 對 現在你所有的 政治和過程都當然是不能用農藥和化學肥料 都不能用 最重要的是我們米花的種子 不能用基因改造 這都有過程 所以整個過程都要符合這些過程 那是加麻煩的 這是一部分 另外到米花種出來之後 包括香水和草沙 這部分 這部分 這有機米的規範 都有規定在 包括你 要怎麼去整理 包括它的廢棄物 還有化學物質的使用 這部分都有嚴格的規定在 如果說有機米 不能用農藥 這樣要浸就很困難 當然 有些比較困難 比如說你的三年 一定會比較少 尤其是一件事 但是我們這個 怎麼說 環境 可以自動求取平衡 比如說 我們怎麼說 以前種米花 用很多農藥 變蟲害很多 主要就是我們的環境失衡 比如說你的土地 種單一作物 大面積栽種的情形 一些土地的養分 或是你的生態系 被破壞的情形 你變成說 你會很多 冰蟲害造出來 你如果說 可以恢復這個 這個土地的生態系 你等到一個平和的狀態 你主人就有天敵 主人你的土地肥沃之後 你變成說 你的種植方面 就不需要說 你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多樣性的種植 不要單一作物 大面積的種植 你就比較不會有 這種變蟲害的問題 當然你種出來 一定是沒有化學 沒有化學 種出來的東西 那些產量比較多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對土地有幫助 但是我們種出來的東西 其實也是 介紹得比較好 你實在很愛我們這塊土地 對 你說土地 對 是 這不知道是商業機密嗎 我不知道野綠的生活服飾 所以開發出來的產品 對 這件衣服差不多 價格是多少 因為我們主要是做比較簡單 其實我們的衣服都沒有貴 要說商業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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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多商業機密 也不知道怎麼說 可以說多 價格 因為我們一般差不多一件 的T恤 差不多五百塊左右 五百塊 OK啊 對啊 我們主要是希望用這個比較平價 算是比較平易近人的價格 可以盡量提供 讓台中可以沒有身大負擔的情侯 可以開始來試用看看 有機的衣服 但是像你剛才說的 原本你們在找這個材料 要來做的時候 你好像這個麵花 可能有機的 它的條件這麼多 陷阱這麼多 你的身份 和你又要做的品質 跟我們剛才說的 最嚴重你賣出的價格 你這些要怎麼取得平衡 你的身份呢 我們盡量在減少一些 沒有必要的負擔 還有沒有必要的負擔都能減少了 像第二我們沒有在做工庫 我們不會去做過度的包裝 其實我也鼓勵說 人家給我買東西用裸包 裸包就說意思是不用包裝 你如果給我頂三個包裝 我頂三個又收你五塊 這也是算 因為很多包裝過度之後 我都是先浪費 像我們的行銷一大部分 都是在社群媒體那樣 所以說一部分就盡量 減少才會開銷 宣傳費用 另外就是說 我們三個設計都簡單 樣式簡單 然後我們也沒有扣準的問題 因為我們三個沒有換紙的問題 我們三個為第一檔 賣到自己都一樣介紹 我們沒有換紙的 沒有去計 沒有去計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在那裡 所以沒辦法下去了 哈哈哈哈 對啦 我們一件衣的圖騰設計 聽說也有巧思嗎 對 因為我們每一張推出的新的款式 都有盡量 在圖案的表現上 帶給大家一些故事 看說你出穿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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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舉例一下好不好 像我們今年最新的一款叫做宿衣 宿衣 宿衣 宿就是 其實它強調的是說 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 其實當然這廣播圖的看味道 有機會都可以去我網站看的圖圖 看圖圖比較懂的 我們有一個很繁複的圖片 那裡面有 看著像是人的東西 跟這張圖圖爭套成我 你的日常生活 十一入選都是一張圖圖裡面 所以說這是推廣一個 人跟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個想法 其他有的東西很通趣 然後其實這是我孩子的畫 喔 是喔 他這個畫得很痛苦 很多小小細節在圖案裡面都要慢慢品嘗 會很粗糙 那像說你現在提供這種綠色的這個有金棉的衣服 你有去 譬如說你現在沒做公格 沒做選團嘛 你有在這個臉書上面嗎 這是說你能有去一些這個市集 友善市集頂點的在拜登嗎 這是我們也是算我們主要的一個提供的管道 那大家的回饋是什麼 就是你覺得說現在是不是 因為當然你的衣服你剛才說差不多500塊上下嘛 不是很貴的 坦白說 但是有人比你更少 因為現在快時尚嘛 有的人就坐著放100塊200塊300塊 那你覺得你這樣跟消費者接觸下來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接受度如何 因為我們今年穿起來 現在過正的經濟是10天了啦 我們在提供的油精免疫10天的時間 那當然一開始是比較困難 因為大家對這個東西沒有概念 因為我們的衣服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沒有衣服 所以我們的衣服看起來 我們想那個那個阿公穿很久了 蝦花瀑布對不對 瀑布 瀑布這樣就在那裡美食瀑布的衣服 我們想那個來衣服沒穿起的那個感覺 所以說外觀上沒那麼討喜的錢 然後一開始提供是算 比較辛苦一下 這幾年來 因為主要是有些老祖狗啦 穿著我們的衣服的客戶 差不多都在那裡買 最重要是說穿著感覺沒負擔 感覺很舒服 所以說 穿著會掉的啦 所以說現在 漸漸喔 那個消費者的接受度 怎麼會很難 尤其我跟我們這個不經過的衣服的衣服 更加接近自然 看來主人很耐看 所以說 很多人買到都會再買 對啊 而且你說你的店已經十年了嘛 夠了夠好好了 對啊 十年夠多了 但是我聽說 你的公司喔 最後的目標還是 太丟了 不要做喔 這跟人不一樣 人家要賺大錢說 對啊 怎麼會這樣啊 你要怎麼想的 沒有啦 因為我們主要是提供這個環保的概念啦 因為我本身你也了解說 我不是做螃蟹出身的啦 對啦 要說我們是多方人啦 嗯哼 我們剛剛在這裡做這個 其實喔 也不是說 真正很重要 我們主要也是提供這個概念在的 我們一個想法就是說 主要說有一天 現在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還有所有我們做生涯家的動業在沖上 都可以注重到環保 嗯嗯 所有的事都是 別說優雞的 都是在環境優先的 嗯 這情形 說實在的 就不需要野律繼續做啦 嗯 我也是這樣呢 這就變成說 大家動業比我厲害很多 對 對 階段性任務 對 階段性任務 對 階段性任務 我們做螃蟹的事沒關係 嗯 主要是提供這個概念在的 嗯 觀眾 你說你沒有打工科嘛 不過這樣是讓你打一個工科 對 人家說大家想說要跟你一樣 會做到這個穿衣 來做一個實現這個環保 要怎麼對他面子 或是說你有IG 或什麼 可以跟我們做傳團 讓我們去了解 哦 你只要在Google 嗯 嗯 嗯 怕野律 野就是兩點一個台啦 嗯 就是那個野精的野 是 桃野心情的野 很多的 綠是綠色的綠啦 很多人家都叫我自律 我聽Google也有關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 自少一點啦 自 自 自 再少一點 是野 是是是 你只要怕野律 關鍵字怕野律 嗯 應該很簡單 可以找到我們的資料 你在臉書裡我們怕野律 野律 不然你去Google 怕野律也都找到我們的官網 嗯 Wild Green Wild Green 對 不是只有一個三個而已 這個野律希望邀請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可以為親殺開始 來做這個環境的守護者 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觀眾 接受我們的好問 感謝你 謝謝 謝謝主持人 感恩 謝謝主持人 謝謝主持人 準備到一 rede pregnant 也應該會做太好了 辛苦了 來 Psychiatric